对女人就要狠一点 否则你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我老婆以前对我又吼又叫 时不时对我实施家暴 终于有一天 我忍无可忍 决心要改变这种状态 那天晚上 我故意喝酒喝到很晚才回去 我醉醺醺地回到家 老婆又对我大呼小叫的 当时我就火了 啪啪给了她两巴掌 你够了 我也有男人 我也有尊严 以后再对我大呼小叫 我弄死你 果然 这招很管用 从此老婆再也没有 对我大呼小叫过 就连吃饭 都是她亲自当到我的轮椅面前 没有试过 你就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我估认不过 我估认不过 最 convuls的 禅声 我还不安 我估认不过 都不会那样 我估认不过 我估认不过 我估认不过